賭開尋輪14個月輸過百億 澳洲這個40多歲的病態賭徒 控過墨爾本的皇冠賭場 明知他好賭成癮 但就千方百計引他去賭 案件上個星期四 在澳洲聯邦高等法院開審 Harry因為在黃金罕案 搞房地產買賣發達 估計他的身家在0.4年高達5億港元 之後就成為美國賭成 拉斯維加斯的上客 賭人起的時候 更加會坐噴蛇機飛去澳門玩 一日之內輸三千多萬都閒閒地 終於讀百家樂的他最好的時候 試過每駐落二百四十三萬 在五個半鐘就輸了近十三億三千萬 這樣輸法 副身家很快輸完 但還要問銀行和親戚朋友借錢繼續賭 更加試過偷成二百多萬而被判坐牢 出來之後想著細心革面 決心戒粒鋪賭人 於是就向不同賭場申請自我禁制令 要求不要再招呼自己 誰知墨爾本王冠賭場的職員 2005年開始當他VIP 他噴射機接送 又免費招呼他住酒店套房 又請他和朋友看澳洲網球公開賽 甚至送錢 最後Harry都是受不住引誘 在2005年至2006年 短短14個月就輸了百多億 Harry的律師說 皇冠賭場明知他賭人這麼嚴重 不可以在倒胎前做合理的決定 但建議他找心理專家寫信證明他好分 等賭場可以招待他 很明顯是為了賺錢 其實Harry之前都入稟過 向皇冠賭場責賞一億六千六百萬 但被判敗訴 上訴又被撥回 他再入稟高等法院力爭到底